这继续OL的资讯是不仅是赢者和赢者 也就是赢者的资讯 整个IOWGCA 国家的民主兵 在未来我们将会继续努力 进行新的资讯 提升了一些新的资讯 众人士柴火焰高 我们也特别期待 在稍后各位登台嘉宾 各位议长发言的时刻 大家同样可以保持现场的安静聆听 也听听他们对于未来的发展大计的一些分享 同样也可以请各位给予即将登台的各位嘉宾和议长们 最为饱满热情的掌声 朋友们 新手努力共同开创美好明天的时刻即将到来 接下来我们将会以此有请各位嘉宾及议长登台致辞 首先邀请的是IOWGCA IAGC对额贸易世界总部 刘瑞强议长登台 安言 邀请 那我们欢迎收看IOWGCA和IGC 与Russia HQ刘瑞强 尊敬的李宇宙总议长 尊敬的各院的主席 尊敬的各位议长 嘉宾朋友们大家好 我来自黑洞江 哈尔滨 绿俄贸易全球分部 刘尔强议长 作为哈尔滨地球大街的创始人 哈尔滨瓦丁集团原总事长 我非常感谢东北奥总部 颁给我的奖项 作为文旅行业的白头兵 我一直立志于行业发展规划 作为被国际组织富裕 绿色使命的绿俄贸易国际代表 我将终于开尔WG协议 国际环境宪法 维护宪法权威 履行国际组织世界绿色机构 赋予我的使命和责任 坚定跟随东北亚世界总部 和国家实施的 一探发展政策 自觉接受国际 气候机构 监督和领导 为把世界气候环境提高人类生活质量 为国际标准绿色技术产品 实践固件国际标准验证及认证信息 开创国际绿色城市的基础设施建设 发展绿色产业 顾进国际合作 付出最积极的努力 东北亚地区是亚洲经济 与文化最发达的区域 和欧盟北美 一起并列为世界最发达的三个区域 俄罗斯是中国的灵魂 也是中国贸易的重要伙伴之一 中国正与俄罗斯一道计划将最东北的黑洞江省 建设成为经济科技发展的国防重根 以省会哈尔滨为轴心的新经济特区 将成为俄罗斯远东地区开发的神经中处 这是中国合作前所未有的壮举 作为对俄贸易合作中心 城市哈尔滨 也将迎来一个绿色新时代崭新的发展机遇 通过许总书记的一带一路 倡议和哈尔滨的对俄的优势 大力发展国际贸易同时 积极促进发展国际绿色技术 作为对俄代表 将全面扩大国际组织绿色事业的推进和融合工作 守护地球 宇宙 是全世界人的责任 守护国际绿色标准是我们国际公园的重责 新的一年我们携手共进 为贡献公平和共享繁荣人的人类 共同意而努力 为迎接美好的未来 为保护气负环境 做出我们这一代人的贡献 祝我们国际组织世界人类色机构 虔诚刺激 祝各位身体健康 心想事成 谢谢 好的 感谢刘仁祥议长的精彩发言 接下来我们要邀请到的是 IOWGCA